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韩亮对妻子说道 不孝有三 我老韩家的香火就要断了 我这是不孝啊 而且俗话说 养儿防老 我们老了之后 还能靠谁 前世说道 韩家祖辈行善 你又是单传 老天绝不会让韩家断了香火 再说 朝子也有早晚 若是不该来时就来了 只能徒增伤悲 当两人正在商议的时候 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来访 阿亮在家吗 你知道来人是谁吗 他就是韩亮的发小张顺 两人关系最好 张顺世代以驾船为生 家里有一条大船 由香南木打造 主要是江上货运为主 韩亮听见张顺的声音 赶紧请他进来 只见张顺说道 阿亮 我来借样东西 韩亮笑道 你家宝船缺什么东西 还需要到我这寒舍来借 张顺说 别的不好说 这件东西你家肯定有多余的 所以才来麻烦你们 韩亮说 有便借你 原来 韩亮夫妻因为求子 到处求先拜佛 就做了一些黄包袱 黄布袋 专门用来装一些纸马香钱之类的东西 每次烧过香之后 就将布袋挂在家中佛堂之内 非常虔诚 且说张顺比韩亮大五岁 听说 徽州有颜商求子 在苏州新建了一座娘娘庙 香火很旺 自己正好要到那边行船接客 就想去烧一炷香 但家里没有现成的黄布袋 所以找韩家来借 张顺说明来意之后 韩亮沉默不语 张顺见状 说道 难道不舍得借 一个陪你两个 韩亮说 你想哪里去了 我是在想 既然娘娘庙显灵 我也想坐你的船去一趟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 张顺说 马上就走 韩亮一听 赶紧说 布袋正好有两副 我们一家一副 递给张顺 张顺说 你快些准备东西 船在南门大桥下等候 当日船顺风 很快便到了目的地 第二天一大早 张顺和韩亮 就到娘娘庙求子 两人一番扑牌 特别虔诚 完事后 张顺把布袋还给韩亮 韩亮一看时间上早 就想搭个便船先赶回去 正当韩亮要离开娘娘庙时 忽然听到庙墙下面有声吟声 镜前一看 是个破旧的草棚 草棚底下躺着一个要死的老和尚 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韩亮心中不忍 便驻足观看 客观 您看他做肾 是要做膳事吗 韩亮说 怎么个做法 那人说 这位老僧是山东来的 八十岁了 他说自己一生不曾开婚 每日只是诵经 很早就来这里想募捐建庙 但一直没有施主 后来搭了这个草棚 除了诵经 什么也不做 每天两顿饭 都是靠旁边 一家粥店施舍 谁能想到半个月前 老僧得病 前两天还能说话时 我们问他 如此受苦 为何不早些离去 老僧说 因缘未到 再等两天 那人接着说道 就买一口棺材 焚化了它 也算是功德一件 韩亮心想 我今天远到求子 正好做一件 善事回去 也让上天知道 我的诚意 因为地方不熟悉 韩亮就请那个人带着 转身去找棺材店 离庙门不远的地方 正好有一家 店家问 还是要现成的 韩亮着急赶船 说 就挑现成的吧 店家指着一幅棺材说 这幅棺材不错 五两银子 韩亮刚要还价 只听那个人对店家说 这位客官是买了 送给草棚下老僧的 这做膳事 你也有一半功德 店家说 既然是做膳事 我当然不敢要太多了 就按本钱 二两五给吧 再少就不行了 韩亮一摸身上带的银子 本来是够的 但没想到 在娘娘庙又捐了一些 便对店家说 按你的价钱 我现在的银子不够 店家没有说话 那个人却不乐意了 说道 你既然想做善事 现在想以银子 不够为由脱身 这不是扯吗 这时 外面路人纷纷路过草棚 看着老和尚摇头叹息 都说半个月前还好好的 现在竟一命呜呼了 那个人说 那老僧已经死了 只在地府睁眼等你给他买官送中呢 韩亮实在不是想脱身 心想 万一我去找张顺借钱 他若不在 急切间凑不够银子 怎么办 如果此时再有人过来把棺材买走了 我岂不是失信于老僧 想到这里 一撑才二两 然后把身上的绸缎袍子脱下来顶账 说道 我这件衣服 价钱值一两多 就顶你五钱吧 日后我再来熟 韩亮又把头上的银簪拔下来 交给那个人 说道 我先帮老僧入恋 那个人说 你担了大事 跑个腿的小事 我们能办 二 韩亮走到老僧身边 见老僧果然已死 不觉双眼泪流 便把老僧收敛下葬了 随后便赶上一条船 坐船回家 到了家中 妻子前世见他面色凄惨 便问怎么回事 韩亮把拜娘娘庙 和入恋老僧的事情都说了 前世非常赞同 说 正该如此 晚上 夫妻睡到五更 韩亮梦见那老僧 登门拜谢道 施主命中无子 受命也应到此 只因您一生行善 上天命为你 严寿半计 愿投胎你家为子 以报您盖棺之恩 前世也梦见一个金身罗汉走进房里 便吓醒了 两人醒来 都说了自己的梦境 似信非信 但都感到惊奇 可没想到 前世果然怀孕了 十月期满 生下一个白胖小子 因作善事而得 而张顺去过娘娘庙之后 也生有一女 名叫春娇 因为两家娇好 就有人 窜多 他们订娃娃亲 张顺倒是非常乐意 只是韩亮嫌他家是个传户 一时间没有答应 等韩善长到六岁的时候 父亲竟一病不起 医治无效归西 俗话说 家中百事兴 全靠主人命 韩亮死后 前世苦苦支撑 被人连坑带骗 不仅自己家的田产都没了 连住的房子也变卖了 后来前世支撑不住 抑郁而死 只剩的韩善一人 也被赶出了家门 韩善从小学习写算 这位知县 见韩善实在能干 特别赏识他 经常同桌而食 因为韩善正直 在支县家里 得罪了人 管家便对支县说 韩善这个家伙 在这里服侍老爷 全然不知礼节 竟与老爷同桌而食 传出终究不是体面 小人们考虑 怎么样 这位支县是个面条耳朵 便依了管家之言 让韩善写卖身文书 韩善哪里啃血 支县大怒 让人把他的衣服 扒得只剩一个单衫 打了一顿 赶出了家门 韩善又冷又饿 只能白天乞讨 晚上在古庙过夜 不像一般的乞丐 低三下四 他是给了便吃 不给就忍着饿 因此经常是 吃了上顿没下顿 没过多长时间 韩善就瘦得皮包骨头 一天 韩善从古庙出来 正要去乞讨 迎面看见有人走过来 正是父亲的好友张顺 便想 低头绕过去 没想到张顺却一把拉住他说 这不是韩家小官吗 怎么弄成这副模样 韩善委屈 边哭边说 把张顺也说得直掉眼泪 张顺说 我就是与你父亲交好 如果你愿意到我的船上帮忙 韩善一听 赶紧跪下 说道 若能得到老叔收留 您便是我的大恩人 随后 张顺便把韩善领到船上 领他与妻子 女儿春娇见了面 张七毕竟见识短 有前面提亲不允之事 见了韩善就有些嫌弃 张顺说 张七说 饭倒是有 只是冷的 春娇说 锅里有新煮的热茶 张七给了他一些冷饭咸菜 说道 这船上的买卖 比不得家里 你将就些吃吧 张顺见外面下雨 便对女儿说 后舱有斗笠 拿来给韩善带上 已经坏了 就赶紧拔下针线 把斗笠缝好 然后给了韩善 韩善带上了破斗笠 吃了热茶泡冷饭 紧接着张顺让他收拾东西 打扫船舱 然后到岸边去接客 三 第二天 张顺起床 看到韩善坐在船头发呆 心想 可不能惯着 便吆喝道 你在那傻坐着干什么 吃我家饭 穿我家衣 没事的时候 搓些绳子 打些锁子 韩善连忙应声道 您只管吩咐 我做便事 韩善从此日夜小心 勤快干活 加上自己能写会算 就帮着张顺记长 客人们都夸韩善是个好苗子 聪明伶俐 张顺夫妻见他用心 也是另眼相待 好依好饭地照顾他 在外人面前 称他为表直 韩善也觉得非常舒服 心安体事 又恢复了先前的模样 过了两年 张顺当着春娇的面 我夫妻两个年纪见老 只有一个女儿 必须找个贤婿 倚靠终身 像韩善这样的 也算是十全十美 张七也看好韩善 便同意了 春娇害羞 没有言语 因为他早就看上韩善了 张顺随后便跟韩善说了此事 一分钱不花 娶个好媳妇 这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随后 两人便择日成亲了 过了一年多 春娇生下一女 夫妻非常疼爱 但没想到 后来换了痘疮 医治无效夭折 韩善心疼爱女 悲伤过度 欺情所伤 于是得了劳病 张顺夫妻最初还指望他病好 请人替他看病 但治了一年有余 病势却越来越重 看着韩善三分人 七分鬼 连写算的活都干不了 夫妻俩竟然把他当成了眼中钉 巴不得他早死了干净 只恨韩善一直没死 当初指望伴子养老 如今看他货色 不死不活 分明一条烂死蛇缠在身上 摆脱不下 苦了我们花枝招展的女儿 真是要误了终身 如今之际 必须抛弃这个冤家 再给女儿另招个男子 两口子商量了半天 定下一条毒计 一天 他们行船经过一个荒屁的小岛 张顺故意把舵打歪 船便搁浅 便让韩善下水推船 韩善手脚迟慢 也无力气 张顺骂道 劳病鬼 没有力气推船 可以到岸上砍些叶柴烧火 省得钱买 韩善觉得羞愧 取了柴刀 谁知这是张顺史的遗迹 韩善前脚刚走 张顺便拨转船头 挂起风帆 顺流而下 且说韩善到岸上砍柴 但哪里砍得动 只能捡一些枯枝残疼 所以耗费了不少时间 等他好不容易把柴拖到岸边时 顿时傻了眼 他心里明白 自己被遗弃了 韩善在此孤岛上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回想自己几年来的遭遇 放声大哭 没想到哭得太猛 竟然晕倒在地 等他行转过来 却见岸边站着一位老僧 不知道从何而来 老僧问道 这可不是驻足之地 韩善说 小人得病 被岳父遗弃在此 如今孤苦无依 求老师父救救我 老僧说 前面不远就是我的毛安 你先随我住上一宿 来日再做打算 过了一会 便到了毛安 老僧给他做了一些斋饭 韩善便把自己的事情 都告诉了老僧 老僧听后问道 你恨你岳父吗 韩善说 当初我乞讨的时候 还是岳父收养我 把女儿嫁给我 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现在我并未被弃 是小生命薄 岂能怀恨他人 老僧说 果真是忠厚之事 你的病是欺情所伤 吃药是治不好的 必须倾心调射 现在我给你一卷佛经 你日诵一遍 可以除去妄念 治病延年 且说 韩善本就是娘娘庙前的老僧投胎 前生就专念此经 现在口传心寿 一遍便能熟诵 韩善和老僧打坐 闭眼诵经 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等他早上醒来的时候 老僧和茅屋都不见了 只有一卷佛经留在手中 韩生觉得惊奇 赶忙静手静脸 又送了一遍经 只觉得精神健忘 通体舒畅 这才知道 是圣僧显灵相救 四 韩善有了些力气 便开始在岛上找吃的 正是这一走 韩善才能胸中话急 难过福来 韩善走在一片山前 没有人烟 见满地都插着刀枪剑挤 韩善见四周无人 便壮着胆子上前查看 庙里面有八只大箱子 用铁锁锁住 而且上面都用树枝遮住 韩善心想 这些箱子肯定是贼道所藏 故意插上刀枪剑挤 只为迷惑别人 既然来历不明 取之无碍 于是心生一计 抓取松枝做记号 一步步走出树林来到岸边 也该当韩善改命发迹 到了岸边的时候 正好有一只大船坏在岸边 正在修理 韩善假作惊慌道 我是山东的商人和善 随叔父到湖广经商 被强盗所劫 叔父被杀 我只说是跟随的小狼 才免于一死 又去别处抢劫了 巧的是 与我看守财务的贼道 昨夜被毒蛇咬死了 你们方便的话 把我带回去吧 船上的人们不太相信 韩善说 庙里有八只大箱 皆是我家的财物 你们帮我抬到船上 我愿意以一箱财物为谢 万一盗贼回来 恐怕还要惹上祸事 众人都是出来求财的 一听有钱赚 便出来十六个人 帮着韩善 把乡了抬上了船 上船之后 船长问韩善的去处 韩善说 我先到南京省亲 船长说 我的船正要去瓜州 正好顺路 他们买些酒肉 便在船上喝了起来 没过几日便到了瓜州 韩善另租了一条船 拉上七个大箱子 去了南京 另一个大箱子留下给众人瓜分 到了南京之后 韩善找了家客店住下 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全是金银珠宝之类 便把一箱拿到外面 换了上千两银子 韩善一夜报复 恐怕有人生疑 便去城里买下一所大宅子 把六只箱子里的宝贝 捡好的留下 其余的全部换成钱 足有上万两 韩善从此以富商自居 置办田地 家奴等不在华夏 张顺夫妻把韩善扔下后 两人正在窃喜 女儿春娇浑然不知 熬了要给韩善送去 却找不到韩善 只见张七匹手夺过药碗 向江中一泼 骂道 劳病鬼在哪里 你还给他熬药 春娇着急 便问韩善的去向 刚才骗他上岸砍柴 把他扔在岛上了 春娇听后 哭天喊地道 父亲这是做的什么事 简直是不仁不义 伤天害理 我与韩郎的婚事 原是父母主张 既然做了夫妻 同生同死 岂可反悔 就是他劳病必死 也应等他善终 韩郎今日因奴而死 我也绝不独生 你们要是可怜女儿 就赶紧掉头回去 省得被别人戳几辆骨 张顺说 那劳病鬼不见了船 肯定转往别处乞讨去了 还找他做什么 况且现在下水顺风 离那里 已经有百里之遥 春娇见父亲不答应 起身就要往水里跳 幸亏张妻手快 不然春娇就跳江了 张顺夫妻见女儿寻死 便只好依他 掉头驾船往那岛上而去 到了岛上 他们发现了两捆柴和一把柴刀 在岛上找了半天 也没见到个人影 哭道 韩郎拖着病体 哪能有力气乞讨 肯定是见你们把他抛弃 求生无望 头水自尽了 说完又要往江里跳 被张顺拦住 春娇说 你们养了我的身 却养不得我的心 我左右要死 不如放我早死 一见韩郎一面 十分过意不去 便说 都是我们一时失于计较 才干出这等傻事 但现在后悔 也没用了 你可怜一下我们牢两口 只有你这一个女儿 你若要死了 我们也活不成了 你且先饶了我们 宽心度日 我们马上写一张告示 倘若韩郎不死 见了我们的告示 定当相逢 若过了三个月 仍不见音信 那时再做打算 春娇一听 父母也不容易 也便只好答应了 但没想到过了三个月 韩善仍是杳无音信 春娇变射了灵位 踢麻带笑 请了和尚 从此 春娇夜夜啼哭 一直哭了大半年 临船的听后 都可怜韩善 心疼春娇 就这样 一直到了年底 有一天 张顺去亲戚家 喝醉了酒 回家后 乘着酒姓来劝女儿 新春将近 别带笑了 春娇说 丈夫是终身之笑 张顺这大半年气 就不顺 说道 什么终身之笑 当爹的让你带便带 不让你带 就不准带 张妻见丈夫话重 便说 等女儿过了年再除吧 春娇见父母话不投机 便大哭起来 说 你们劳两口 和记害了我丈夫 无非是想让改嫁 我岂可失节 以赴寒狼 宁可待笑而死 绝不除笑而生 张顺本想再骂几句 但被妻子拉开了 除夕之夜 春娇昏腥不沾 母亲看着难受 便说 你既不用昏 喝杯素酒也行 春娇说 一滴 何曾到酒泉 我怎么能下咽 说完又哭起来 张顺夫妻知道 女儿治不可夺 从此再不强求她了 五 且说 韩善在南京待了两年 把家业越做越大 便让管家看家护院 自己带了三千两银子 领着几个家奴 雇了一条大船 没过几天 便找到了张家的客船 只见妻子 在船上麻衣素装 知骑手节未嫁 感伤不已 韩善请当地的一位 船老大作媒 说 张顺之女 戴笑甚美 我妻子去世两年 欲求此女为济世 还麻烦您从中周全 随后船老大便去说喝此事 张顺听说后 脸上当然高兴 但心里十分难受 他说道 有富翁看上我家小女 是小女的福分 但是我这女儿手节甚间 只要提及再婚 便要寻死 此事不敢奉命 圣意也不敢领情 张顺只好把春娇之前 投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船老大回去向韩善赴命 把张顺所言都告诉了韩善 韩善心中暗喜 说道 婚姻之事 不成也就罢了 我想雇他的船网上游出货 难道也不答应吗 船老大说 天下船在天下客 随后 韩善带了家奴 一身富贵打扮 便上了张顺的船 张顺之认为 他是山东的富商 没有认出是韩善 但春娇不一样 对丈夫日思夜响 在船尾看见 韩善这身打扮 虽不敢确信是丈夫 但暗暗惊道 竟有七分相像 对船夫说道 我肚子饿了 要吃饭 若是冷的 给一些热茶搅一下 此时春娇 已经疑心 只见韩善吆喝家奴 你们吃我家饭 穿我家衣 闲时搓些绳 打些锁 也有些用处 不可闲坐 这几句话 分明是当年 父亲对韩善说的 心里更加生疑 过了一会儿 张顺亲自端茶给韩善 只见韩善说 你船上有顶一破斗笠 借给我用用 张顺根本就没往深处想 就去找女儿要斗笠 春娇此时心里 已经有了谱 晚上对父母主说 船上的富翁 父母当然不信 说韩善即使不死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成了富翁 还说道 你当初怪爹娘 劝你除校改嫁 动不动跳水求死 现在见客人富贵 便要认做丈夫 倘若你认他不认 岂不丢人 春娇满脸羞愧 不再说话 你说姻缘之事 莫非天数 昨天传老大来找我 说山东的富商院 出千金之聘 求我女儿为济世 我因女儿执拗 就没答应 现在难得女儿开口 不如将计就计 把她许配给山东富商 这样我们的下半辈子 也有着落了 张顺便去试探韩善 准备把女儿嫁给她 但聊来聊去 最后还是聊到了的 事情的关键 只是父母愿意 而女儿首结不嫁 韩善忽然问道 你女婿怎么死的 张顺说 小婿不幸得了劳病 那年上岸打柴未回 我不知道 后来又去当地寻找 并招铁寻访了三个月 一直没有阴信 估计是头将死了 韩善说 其实你女婿并没有死 她遇到了奇人异事 不仅病好了 而且还得了一笔财富 你若想见令婿 可以让令爱出来 哭着走出来 说道 薄情寒狼 我为你带了三年重孝 受了千辛万苦 现在你还不说实话 韩善也落泪道 爱妻快来相见 夫妻二人抱头痛哭 张顺夫妻听后 赶紧过来谢罪 韩善说 岳父岳母 不须道歉 别再把我扔了 两位老人羞残满面 随后春娇脱了校服 把灵位扔到了江里 晚上张顺设宴 一家人团聚 韩善说 想当初你们设计害我性命 可谓恩断一绝 本不该相认 今日勉强相聚 都是看在春娇之面上 春娇说 你哪来的那场富贵 虽说父母不对 但之前也有好处 今后只祭恩 不要祭怨 韩善说 我听妻子的便是 如今我已经在南京安家 家产富足 你们老人家 可泣了驾船之夜 随我一同过去 同享安乐 随后 听说韩善发迹 亲族都来相见 韩善一一馈赠 当日那个知县 已经罢官在家 听说韩善发达 怕找他报仇 便躲在家里 一直不敢进城 韩善做完故乡之事 便带上一家老小 去了南京 从此和家欢喜 安享富贵 后来 问其缘故 韩善便把老僧传经之事 都告诉了他 春娇听后信服 让丈夫也教会他 夫妻同送 结果两人到老不衰 直到九十八岁 才无疾而终 六 韩亮夫妻 一生行善 最终老来得子 而且韩亮 也得以续命六年 张顺夫妻 没什么见识 只是以利为重 见韩善能干 便招为女婿 见韩善生病 便遗弃害命 向这种夫妻 最后也得到福报 一是借女儿之福 二是后来也有悔悟 所以才能安享富贵 至于韩善 春娇 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也不怨恨岳父 春娇丈夫已死 也要坚持守节待孝 所以才能白减衣 场富贵 有情人终成眷属 至于韩亮夫妻 最后没有想到轻浮 分析有两个原因 一是本身福薄命衰 二是所有福气 都加于儿子一身 如果没有行善 至于老僧托梦等事 都是故事情节需要 与封建迷信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 只想在此解民间故事 警示世人 宣扬正能量 正是善恶中有报 只争早与迟 因此劝世人 多行善 行善必有福报 莫作恶 作恶必遭天谴 明朝年间 河南有一位建生 姓黄明丽 娶妻刘氏 生有一子 名叫黄四 从小便与姑家表妹 只赴为婚 在黄四十三岁的时候 母亲刘氏病亡 父亲黄丽 又娶一切孙氏 年内急生一子 小名虎娃 父亲特别宠爱 当时母以子贵 黄历便将孙氏 升为济氏 由于家道不兴 皇家的日子 越过越艰难 便把奴仆都遣散了 只留下刘氏 原先带过来的一个 家奴刘贵 到了孙氏持家的时候 便把刘贵也辞退了 一 话说 这个雕士 活干得不怎么样 但惯会见风使舵 搬弄是非 每天只知道 围着孙氏转 哄得孙氏特别受用 黄四在林家书馆里学习 每天早出晚归 原来都有刘贵照顾 自从刘贵被辞退后 饭也没人送了 而那个雕士 眼里只有虎娃 哪里管黄四的死活 因此黄四经常抱怨 雕士因此对孙氏说 大公子见您把刘贵辞退 心中有些怨恨 孙氏说 我一个当主家婆的 难道连这点事情都做不了主 便跟黄历告状 便把儿子数罗了一顿 一天 黄四回家吃午饭 见饭菜都是凉的 便把雕士说了一顿 雕士又去找孙氏告状 主母都不曾骂我 大公子却无缘无故地过来辱骂我 孙氏不明就里 说道 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也不该骂你 雕士说 正是因为不敢骂你 才把气都撒到我的头上 大公子 这是根本不把你当娘看 背后还有些更过分的话呢 孙氏问黄四背后说些什么 雕氏假意不敢说 等着孙氏再三盘问 这才说道 大公子在背后说老爷不像话 还说你出身低贱 却要让他叫娘 这太勉强 孙氏听后 气得面红耳赤 刚要发作 雕氏又拦住说 你若因为我去找大公子闹 他肯定会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不如先忍了 慢慢再与他计较 从此孙氏心里恨透了黄四 数落黄四的不是 本来黄四没什么 父亲也对他不错 但是架不住孙氏天天说 时间一长 黄历也有些厌恶 大儿子 越看越不顺眼 动不动就要呵斥他几句 黄四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没了母亲 就已经很伤心 心里非常悲伤 经常暗暗祷告 希望父母能够回心转意 能够对自己好一些 因此 黄四经常在半夜里 悄悄跪在院里 对天祈求 有一次他写了一张纸 在家庙前焚烧 正好被雕氏看到 雕氏把此事告诉孙氏 孙氏心想 于是又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黄历 黄历开始不信 便夜间起来偷偷观察 果然见黄四跪在院里 口中念念有词 不知道说些什么 黄历大骂一声 你这个忤逆的家伙 在这里诅咒爹娘吗 黄四吃了一惊 跪拜道 不能承顺父母 所以祷告上苍 愿上天保佑 使父母回心转意 怎么可能是诅咒呢 父亲说 如果不是见不得人 何必要大半夜在这里 我亲眼所见 你还敢狡辩 便把黄四打了一顿 黄四含痛受冤 有口难辩 忽然想起姑姑 又是将来的岳母 希望她能劝劝自己的父亲 黄四偷了个空儿 跑到姑姑家 向姑姑诉苦 姑姑从小看着黄四长大 知道她的为人 便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 待我劝劝你的父亲 让她不要再听信谗言 正好父亲 有事去找妹妹 问道 妹夫在边关可好吗 妹妹说 她在边关坚守 近日来信 那边一切都好 只是牵挂家里的孩子 有些放心不下 还特意询问 黄四最近的学业怎么样 黄历说 不要提这个小子 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呢 于是便把黄历半夜 诅咒父母的事情 告诉妹妹 妹妹说 我也听说 哲儿在家惹你生气 先前嫂子 只留下这么一点骨血 你要念在 清情旧情的份上 就不要听那些闲言碎语 千万别错怪了她 天地有之 老天也会惩罚她 黄历听后 只是摇头 虽然再没接话 显然是不认可妹妹的说法 二 黄历回家后 把妹妹的话告诉了孙氏 孙氏说 肯定是这个畜生 事先告诉了姑姑 原来那个聂重 想拿岳母来压我 爸爸 他说 我出身下贱 做不得他娘 估计姑姑也是指认 先前的嫂子 未必肯认我为嫂 是不是他女儿也不肯做我的儿媳妇了 你们是父子之亲 我就是贤人了 不要让你听信闲言碎语 这番话 无疑是火上浇油 黄历听后大怒 便把黄历叫来质问一番 又把他打了一顿 然后把他锁在后房里 说 省得你再出去到处告状 黄四连学也上不了 只能在屋里哭泣 这时雕氏又开始使坏了 对孙氏说道 他不会怨父亲 只会怨你 现在老爷活着还好说 等老爷百年之后 只剩下你和虎娃孤儿寡母 再加上他有姑姑家的支持 你们娘俩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依我来看 不如掀下守围墙 斩草必要除根 孙氏说 言之有理 雕氏说 我有一剂 你可以诈病在床 让大公子侍奉汤药 我暗地里放些砒霜在里面 等他禁药的时候 你故意把药丸打翻在地 药中有毒 地上必有反应 那时便赖他要毒死母亲 这罪名可就大了 相信老爷必会发落他 第二天便医疾行事 黄历见妻子卧病在床 便出去买了几剂药 雕氏推托自己要照顾虎娃 腾不出手来煎药 建议黄历把大公子放出来 让他煎药 侍奉孙氏喝药 黄历听后 觉得这是改善他们母子关系的好机会 务必要侍奉好孙氏 黄历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便好好煎熬汤药 谁知道 雕氏却早已在里面动了手脚 当黄历小心翼翼地 把汤药端给孙氏时 恰好黄历正在旁边 哄小儿子玩 孙氏在接药的时候 故意打翻 黄历见后 吓得目瞪口呆 雕氏在一旁说 好厉害 好厉害 孙氏随即便痛哭起来 哭道 儿啊 你若恨我 让你父亲修了我便是 为何要对我下这般狠手 不知道你要里放了什么东西 这么厉害 幸好我不该死 此时黄历怒从心起 上去抓着就要打黄历 雕氏假装要来拉架 顺便把装披霜的药包 塞在黄历的袖子里 父亲拉扯黄历的衣服时 那个药包正好掉在地上 里面还有些残药 孙氏趁机哭道 你想毒死我一个人还不够 你若想让我死 我自己死了便是 何必再去害别人 黄历一听 更是火冒三丈 一边骂 一边打 随手从身上扯下一条汗巾 勒住了儿子的脖子 旁边的虎娃吓得大哭 孙氏和雕氏趁机抱着孩子出去 根本不劝黄历住手 手上一用力便把黄历勒死过去 躺在地上直挺挺的不动 孙氏健壮 假意哭道 我可怜的孩子都是我的不对 让你煎药才葬送了你的性命 是我连累的你呀 黄历说 这不孝之子 你哭他做什么 孙氏说 买副好棺材把他葬了吧 黄历正在气头上 说道是逆之人 猪狗不如 哪里用什么棺材 裹了扔出去就是 有些邻居 之前也听信了孙氏的谗言 现在听说黄历还要下毒害人 也没有人过来相劝 任凭黄历找了几个人 抬到荒郊扔掉了 三 却说黄历的姑姑 那日坐在家里 只觉得心惊肉跳 坐立不安 后来听说了黄历被杀的消息 姑姑在家哭 表妹也跟着哭 姑姑说 此事肯定是冤枉的 我哥哥怎么这么鲁莽 随后 到了荒郊一看 黄历面色如生 伸手去摸 心头上热 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 家人连忙失旧 并把黄历抬到姑姑家去 经过一番抢救 黄历终于活了过来 黄历与姑姑抱头痛哭 旁人看了无不落泪 黄历说 想必是那个雕士所为 如今我背负一个是你的罪名 哪还有面目活在世上 现在姑姑虽然救了我 但若不能与父亲辩明此事 真是生不如死 姑姑说 你先住在我这里 等我劝你父亲回心转意 再相见也不迟 于是吩咐家人 随后姑姑便派人到黄家打探消息 去的人问道 我家夫人说 黄历不但是你家的儿子 更是我家的女婿 你们要处置他 也须知会我们一生 现在把人都弄死了 为何也不来报个信 黄历说 这个不孝之子 我已经不认他做儿子了 你们也不必再把他当女婿 所以没去通知你们 这事情有毒药为证 没什么可说的 幸好侄女不曾过门 你们再另寻亲是吧 那人说 夫人说了 公子是含冤而死 小姐情愿终身不嫁 回到 嫁与不嫁 是你们的事情 想怎样就怎样吧 说完之后 黄历扭头就走了 那人回去告诉黄历的姑姑 从此两家来往的就少了 孙氏与雕氏见黄历已死 两人私下庆贺了一番 可没想到爱娃 因为终日看不见哥哥 孙氏没有办法 便让雕氏带他到街上去玩耍 且说黄家所在的这条街 分外热闹 雕氏带着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虎娃想吃糖 雕氏想带他一块去买 但虎娃不干 非让雕氏一个人去买 雕氏无奈 千叮宁万嘱咐 他不要乱走 发现虎娃不见了 雕氏叫苦不迭 在外面四处寻找 实在找不到 才回去告诉孙氏 孙氏大惊失色 埋怨到 一个小孩子都看不好 黄历听说 儿子丢了 破口大骂 一个老启婆 昏了头 不好好看孩子 雕氏自知理亏 孙氏哭哭啼啼 一夜不曾合眼 黄历只好写了寻人启事 四处悬赏找人 但是过了几天 一直没有阴信 孙氏因为儿子丢了 一病不起 雕氏因为受了一肚子气 也是患了头痛病 黄历心中烦闷 加上妻子病倒 黄历听说家里发生变故 心里放心不下 便让姑姑派人去看一看 姑姑让人去打听消息 后又派两个家奴 去皇家照顾 这才解了黄历的燃眉之急 经过一番照料 孙氏的病有所好转 而雕氏的病却越来越重 口中乱嚷道 大公子来索命了 一会儿又像黄历附身一样 咬牙切齿地自骂道 你这个老坏蛋 害得我好苦 你如何把披霜放在药里 又把纸包塞到我的衣袖里 我现在阴间告状 一定要捉你偿命 一会儿又大声求饶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是祖母与我同谋 一会儿又猛扇自己的嘴巴 说道 你不现这个毒计 祖母也未必如此 如今先拿你顶罪 这些话听得孙氏毛骨悚然 姑姑家的两个仆人 听了也是奇怪 黄历听后也是将信将疑 雕氏一连闹了两三天 到第四天的时候 消停了 人也死了 临死的时候 脖子上突然出现一条勒痕 舌头吐得老长 孙氏见了 吓得半死 赶紧让人买了口棺材 拉出去埋了 从此 孙氏整天精神恍惚 他以为虎娃也是被黄历抓到阴间了 其实 这就是做亏心事的后果 黄历根本没有死 孙氏是因为剑雕氏死得离奇 所以才有了吐死湖碑之感 心里就整天瞎琢磨 四 因为孙氏整天坐立不安 就想请人来家里看看 正好我认识两个女巫 专门会化解此事 孙氏听后 便让她赶紧去请 老仆回去把此事告诉黄历的姑姑 姑姑说 现在我可以用计了 便让老仆把那两个女巫叫到家里 各给了二两银子 吩咐了如何如何 并写上日期 两个女巫领命而去 两个女巫来到黄家 便铺开摊子做法 其中一个女巫让人抬来一张桌子 上面放一个茶盘 下面放一个大瓮 只见女巫把一个茶壶盖 在盘子里转转地呼呼响 细听时好像瓮里传出声音 女巫问道 土地老爷 黄姓要请家里亡人 麻烦你去照来 过了一会儿 只见瓮里传出哭声 说道 我是黄历王妻刘氏 我儿黄四死的好冤 女巫问 怎么冤枉 瓮里传出声音 孙氏用了雕氏毒计 被他父亲用汗金勒死 如今正在阴间受审呢 女巫又问 黄家小儿子爱娃在哪 瓮中答道 她的娘害了大儿子 所以罚他与亲儿不能相见 再过几时 说不定能知道 我先去了 孙氏听后 吓得满脸通红 黄历说 这是假的 问他虎娃的消息 以前的话 估计都是听雕士胡乱说的 如果大儿子下毒是假的 难道他大半夜起来诅咒 也是假的 然后 孙氏又让另一个女巫做法 看看能不能问出孩子的下落 那个女巫焚了一道符 接连打了几个呵欠 两眼一闭 我乃杨威侯爷 你家冤杀了大儿子 却只问我小儿子的下落做什么 黄历听后说 大儿子怎么是冤杀的 那人说 这毒药是别人诬陷他的 你为何不仔细查访 却错怪于他 黄历说 他大半夜起来诅咒父母 这可不是诬陷他吧 巫婆笑道 怎么不是诬陷他 他写的不是诅咒之意 是在祈求父母回心转意 黄历摇头不信 巫婆说 你不信吗 他写的纸条焚烧在家庙前 被我收在这里 一边说 一边从袖中 取出一张纸片 你自己看吧 我去了 说完又接连打了几个哈欠 倒头就睡在桌子上 黄历捡起纸片一看 上面果然是 祈求父母回心转意的话 黄历看后 感动得替泪横流 于是大哭道 我那孝顺的孩儿 都是父亲错怪了你 怎么会去毒害自己的母亲呢 孙氏也看了纸条 原来都是祈求父母平安 祷告弟弟成人的话 也不觉泪流满面 大哭起来 原来儿子一片好心 都是我误听了雕士之言 才送了他的性命 他在九泉之下 怎么会不怨我 带那两个巫婆行转过来 把他们打发走了 其实这两个巫婆 都是专门骗人的 经过黄历姑姑的嘱咐 所以才演了一场戏 且说黄历知道 自己错怪了儿子 想起大儿子已死 小儿子下落不明 自己倒落了个孤家寡人 哭了几日 竟然把眼睛哭瞎了 黄历听说 父亲眼睛瞎了 知道父亲已经回心转意 便想回家找父亲 姑姑说道 你父亲认你肯定没问题 但你母亲是否真心 还不一定 还要再试探一下 过了几天 通过闲聊 知道孙氏确实有悔过之心 随后姑姑便把黄历当日未死 自己收留之事告诉了孙氏 孙氏当面向黄历道歉 当黄历知道儿子还没死的时候 死活都不肯相信 直到听到他的声音 才慢慢相信了 孙氏喊着眼泪 这么孝顺的孩子 如果今后我不把他当亲生的看待 天诛地灭 当下孙氏和黄历都谢过了妹妹 而黄历自从大儿子回家之后 心情大好 眼睛慢慢有了微光 后经过医生治疗 最后两只眼睛恢复如初 这时 说自己已经从边关回来 因为退敌有功 在京当了关 准备接姑姑一家去京师享福 而且书信中提到 既然黄历和女儿已经成人 可以在家中结婚 然后一起到京中居住 黄历和妹妹见信后 非常高兴 到了京师后 黄历第二年参加会试 中了五进士 而且当年妻子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没过多长时间 黄历便升为红卢四四城 黄历也因为是建生 借了妹夫和儿子的关系 也在京中谋了个职位 五 不绝间过了十多年 期间一直没有阴信 当年庆王死了 王子成绩 黄历派人去赐封 黄历正好谋了这个差事 黄历到了之后 新王设宴相待 席间 新王说 我今日承袭此位 非常不容易 黄历便问原因 新王说 我是先王的侄子 当年先王进京朝贺时 曾在路上捡到一个孩子 带回家来 只说是自己亲生的 谁也不知道底细 直到先王将死的时候 方才说明此事 先王因为王位之重 不亦为外姓冒名 所以才把王位传给我 黄历越聊越伤心 向新王说起自己的虎娃 也是那年那月丢失的 说到伤心处 竟哭了起来 新王好心安慰后 便送黄历回去休息 黄历回去后 越想越伤心 心想 如果自己的孩子 能像先王捡的孩子一样 也是福分 现在还真不知道是死是活 就这样 想一想 哭一哭 一夜也没怎么睡 第二天 黄历去街上散心 见到一个人 拿着小孩的几件衣物在卖 黄历上前一看 一件小红棉袄 一件细棉裤 一双虎头靴 一副小银镯子 忙问那人 你这些东西从哪来的 那人说 这是我家主人 让我拿出来卖的 黄历说 你家主人是谁 住在哪里 那人又跟黄历绕了半天圈子 最后说 我家主人说了 如果遇到有缘人 可以带回家里相见 那人正是王府之人 是新王听了 黄历丢儿子的经过 故意设局来试探他的 本来新王 听了黄历的叙述 就觉得 与自己弟弟 有些相似 加上两人都 来自同一个地方 便故意让人 拿着弟弟 小时候的东西 出来试探 新王 把情况 向黄历说明后 黄历竟然 不敢相信 直至新王 把弟弟 请出来 与黄历相见 真是好一个 英俊少年 父子二人相见 又喜又悲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原来当年 标示自己去买糖 虎娃就随着人流走到了江边 遇见虎娃特别可爱 又见没人认领 便把他领上了船 虎娃也不惊慌 竟与庆王有缘一般 因为庆王无子 见了虎娃也特别喜爱 就把他带回了王府 就当亲儿子一样 一养就是十几年 直至庆王将死 新王见他们父子相认 自然少不了设宴庆贺 席间说道 先王生前最喜欢虎娃 赐名朱承华 并与为国公之女为配 既是先王的养子 又是国公的骏马 应受镇国将军之职 我现在就写信给魏国公 让他们在京中择日成亲 皇历便把虎娃带回了京 与亲娘孙氏 哥哥黄四相见 一家人正是团圆 后来虎娃与郡主结婚 自己受职 一家人喜事不断 至此才算大团圆 后来兄弟二人都有军功 家官尽爵 孙氏与前母高氏也都生风死赠 十分荣耀 编者案 黄历本人幸福的一家 正因为用人不输 找了个雕士当保姆 所以才引出一系列的货事 当然 有继母的家庭 关系确实不好相处 如果不是互相宽容和忍让 很容易就被人钻了空子 孙氏本来人品不坏 差点犯下不可宽恕的罪过 幸好黄四有一个好姑姑 才使得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最终一家人团圆 生活就是这样 少不了磕磕绊绊 如果都能各退一步 一些家庭就不会出现悲剧 许多家庭会更加幸福 便对现在的家庭仍有教育意义